大家好,我是冬哥 今天来山里挖春笋 挖了榨笋干的 冬哥开杠了 进山挖第一根笋 这还蛮大的,是榨笋干的 十多斤的这一根 这一根很重,十多斤的 现在挖春笋很简单 随便挖一下就起来了 我们榨笋干都行,差不多这么高的 如果太高了,榨笋干也不行 太矮的也不行 就差不多这种就刚刚好 这么大的,这些榨笋干炸出来很漂亮 这边都发现好几根 太大了,超好几根 太大了 也是,太大了 太大了 再加上鸡 太大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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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整理 好 好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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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这笋很大 两根笋都快扛不动了 银子都可以做一半 词曲 李宗盛 我们削好了准备一张袋子 张起来就准备拿回家 拿去煮 煮了就拿去压笋肝 这一根还很大的 拿不动一只手 好 这有半袋 这么多 好 走了 好,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准备回家了 大家好,我是文哥 今天跟着我老爸来挖莲种种莲子 这颗非常的大 可以打断这么大颗 这个大不大 有一个牙,两个牙,三个牙,四个牙,五个牙 这种爆发力种下去非常的强 这个莲藕啊,就是这样 这个前面的那个 它会走边 往前面走 后面这个也是一个龙头 这个龙头 这三个龙头 这个三个龙头要用这样种 这个把那个头 来到泥里面去 尾巴跟它翘起来 这这边也是五个牙 这边要巧一点 但是呢 你看 那边 但是 大概 我们尾巴 三个 我 den 大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它就会往前面跑 这个尾巴不能进到水里面 埋住了 这个尾巴埋住了 人偶出会死掉 这个尾巴 今天這個蓮藕不種在這裡啦 下面還有很多田要種